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ED学院推出的 Android高级UI控制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系统控制 Progress Bar 实现各种效果的原型进度条和水平进度条 根据前面的学习思路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要编写的实例程序的运行效果 实例程序的运行效果如该图所示 上面是具有小中大三种大小的原型进度条 再接下来是具有一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 然后是具有两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 该具有两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下面有两个button 当我点击增加进度的button时 具有两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的两个进度 就会同时增加10%的进度 当我点击减少进度的时候 具有两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的两个进度 就会同时减少10%的进度 最后我们可以为整个进度条设置背景颜色 以及为一级进度条和二级进度分别设置背景颜色 通过该实例程序可以得知 进度条分为原型进度条和水平进度条两种 原型进度条又包括小中大三种样式 水平进度条又分为只包含一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 和包含两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两种 接下来我们就编写一个demo 我们新建一个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Progress吧 com.mesedu.activity 我们先创建三个具有不同大小的原型进度条 首先修改布局文件 改成Linearyout 这个把它删掉了 我们定义三个文本 我们定义三个文本 分别是圆形进度条小 圆形进度条小 圆形进度条小 默认是中等大小的圆形进度条 第一个的话是小的 接下来定义三个 接下来定义一个进度条 progress吧 它的布局宽度 是rap content 布局高度也是rap content 布局高度也是rap content 它的star 是问号开头Android的 progress吧 大家看 进度条的样式有很多种 如果要显示较小的进度条 就有三种样式 这里我们选择其中一种small 另外两种大家可以回去试着试一下 看是什么效果 Linearyout这个方向我们没有定义 Votica 同样我们再定义两个进度条 一个是具有中等大小的进度条 还有一个是具有最大大小的辣子的进度条 好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好这样具有三种大小的圆形进度条就显示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再定义水平进度条 先定义一个具有一级进度到水平进度条 我们还是靠背上面的 这里规定一个 与上面的一个间距文 50dp 它的文本 它的文本 也 我们先定一下 水平进度条 水平进度条 和 Risental 以及 One Level 下面是两级 下面是两级 一级进度条 一级进度条 它的 样式 Progress Bar Style 水平 宽度和高度都是REP Content 宽度我们定义为Mess Parent 给它定一个最大值 比如说是100 这个最大值是随便规定的 再定一个当前进度 比如说是30 接下来是具有两级进度的进度条 这边改成2Levels 布局宽度和高度 与上面的相同 有一个最大值 有一个一级进度 还要定一个 两级进度 Secondary Progress 两级进度我们定义成60 是吧 在实力程序中 当点击Button的时候 这个进度条的进度就要增加或减少 所以我们再定义一个ID 在程序中把这个进度条拿到 CoreVentor Progress 再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好 两个进度条都显示出来了 接下来再定义两个button 宽度是 report content 高度 也是report content 他的方向 水平 里面有两个button 先定一个id button 宽度和高度我们把它考过来 看到文本 我们先定义两个文本 增加进度 和减少进度 decrease 减少 第一个button的文本 增加进度 第二个button button 减少进度 减少进度 然后我们 在activity中 定义 button的点击事件 首先要把两个button和二级二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栏导 button button 然后command shift加o组织导入 再定义一个progress bar mprogress bar水平的 在oncreate的方法中 先把这三个空间拿到 m8x1 就等于8乘方的 我又把id2.id.8乘1 那么8乘2就等于 8.id.8乘2 最后一个是progress bar progress bar fundview bar id2.id.progress bar 再接下来为两个button设置监听器 我们就让这个main activity 实现onclicklistener 并且添加方法 embutton1.setonclicklistener this embutton2.setonclicklistener 在click方法中 定义点击世界 如果点击的是第一个button 那么我们只需要让这个就二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 它的进度 增加10%就好了 increment progress bar 我们每次增加10 因为它的最大进度是100 所以我们每次增加10 所以我们每次增加10 这样就每次增加了10% 这是一级进度 同样二级进度 increment secondary progress也是bar 10 如果点击的是 第二个button 这样就调用 也仍然是调用这个方法 我们增加负10 也就是说减少10 这样就减少了10% 好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好我们点击增加进度 可以看到一级进度和二级进度同时增加10% 点击减少进度 一级进度和二级进度同时减少10% 最后我们为一个具有二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设置背景颜色 先修改一下布局文件 我们把上面的具有二级进度的进度条 我们把一级进度条件 点击较大量的进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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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想要为整个进度条 以及一级进度条和二级进度条都设置背景颜色 应该怎样来做呢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可以定一个xml文件 这个xml文件的根元素呢 是一个layer list 因为这个progress bar 它是系统提供的空间 因此对于整个进度条 以及一级进度条和二级进度条来说 系统已经给它规定了id 我们只需要为不同的id 指定不同的背景就好了 因此我们需要先定一个xml文件 我们定一个droid文件夹吧 定一个xml文件 就叫8color.smr 根元素是layer list 我们拷费一份命名空间 我们拷费一份命名空间 其中呢有三个item 三个item 整个进度条有一个固定的id 就叫android的id background 对于一级进度条 也有一个固定的id 叫progress 对于二级进度条 它的id叫 第二级进度条 第二级进度条 我们只需要再设置一个背景就好了 按照顾的droid 我们先拷贝两份罐 这边加上用这种形式吧 三种背景的已经帮大家做好了 我们拷贝过来 这里是引用joyable 这个是joyable progress 最后是joyable 我们在布局文件中 只需要指定为 刚刚定义的这个atmark就好了 按照顾的 progressjoy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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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pallet 好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运行效果 整个进度条 它的背景是黄色的 按说一级进度条和二级进度条各有一种背景颜色 可是这里只显示了一种背景颜色 大家想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好 我们看这个我们定义的xml文件 因为整个xml文件的根元素 是layer list 也就是说它是层在层结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要把第三个和第二个 换一下顺序 这样的话 最下面是整个进度条的背景 再上一层是二级进度条的背景 再上面是一级进度条的背景 也就是说整个背景 整个进度条它的背景是最长的 接下来呢是二级进度条的背景 相对较长 最短的是一级进度条的背景 这样层在一起 才能显示出我们最初看到的想要的效果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这次就得到我们想要的显示效果了 本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